那个时候我妈妈爷爷去检查了 我带个两个娃娃从小带打电门去检查宝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狗盖 我是猎猎 今天的话我就要带个老婆去做城后检查去了 走了老婆上车 要不要带小孩爷去检查一下呀 小孩应该不用吧 我去问问我妈 妈妈妈那个爷爷要不要打电门去检查好 打电门去检查好的呀 检查啥子嘛 妈妈上海帮她来去检查 外面怎么打电门 贴得不好 就打电门去检查好就对了嘛 我妈既然说了不用检查 那就不带她去检查了 毕竟我妈带了两个宅在这方面 比我有经验 看我儿子这一点惆怅的表情 估计也不愿意去检查 走吧老婆 我妈说小孩不用检查 你确定你问了 那走吧 看我老婆对我一副极其不信任的表情 我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 该带我的儿子去检查 还是不去检查何事 我们两个刚刚上了一下 先带我老婆去检查 到时候问一问那个医生 看小孩满夜需不需要去检查 兄弟姐妹们 现在我们已经到医院了 然后马上带我老婆上去做那个产后检查去了 老婆马上要去检查 你现在慌不慌 慌啊 很害怕我的伤口恢复不了 恢复到原来的这种苗条生残 老婆那你进去吧 你记得问一下 那个小孩满夜到底要不要来检查 不知道为什么她近期的一瞬间我会感到坦克不安 希望她不会因为给我生了宝宝而导致自己的身体变得不好 现在我老婆出来了 然后说要去做个彩招 还要做一个什么盆底机筛查 我都不想做那个柴要检查的 我都生了还挺踏实的 人家医生让你去做 你去做就行了呀 是不是 要不做完咱们做完盆底机 然后就回去了 其实我的心里都明白 她并不是说不想去做彩招 而是考虑到我们现在的情况 在为我省钱 哥姐们现在彩招已经做完了 然后刚刚去问了一下那个盆底机怎么做 没想到这个这么复杂 先喝500毫升的水 然后还要去走路上下楼梯半个小时 后面还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咱们先去走路吧 刚刚喝完水 单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路过了很多病房 见到了不同的病人 这更加的艰辛 我要做好待会的信仰 毕竟对于现在没有工作 就有孩子的我压力很大 如果说不把一件事做好挣到钱 老婆就做个彩招都有顾虑 现在从座位上站起来十次 然后使劲咳嗽十次 然后起来严厉 你跑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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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时间到了 然后还有弯腰 地上的小五体五次 你就弯腰五次 把地上没有东西 你跑一分钟 然后现在洗手一分钟 快点我给你计时 拖干净点 然后你现在进去吧 兄弟们现在已经检查完了 刚刚医生说就是 小孩满夜 是要带到这个医院来检查的 但是看我妈的那个态度 可能有点难 待会的话 我回去要跟我妈 好好的沟通一下吧 郭哥 医生说我还要做一个月盆底机的疗车 我也没问要多少钱 你说我要不要做 还要做盆底机的疗车 不是做采货检查就行了吗 那我也不知道 我待会回去问问我妈 她之前有没有做过吧 趕着跟她商量一下吧 听到我老婆说要做盆底机 其实我是很想让她直接做的 但是对于现在的 我真的有点有心无力 我现在为一年做的事情 就是看能不能把带货这件事情 发展成事业 撑到第一桶金 要不然我真的没有其他 实现财富自由的办法 兄弟姐妹们 现在的话准备回乡下了啊 但是在回乡下之前 给各位精神股东们 汇报一下我们昨天的带货战绩 昨天带货一个小时 总共带了6000多的货 但是下播之后 退了6000多货 害我们白搞这一场 希望各位哥哥姐姐们 不要再这样的搞我们了 我们刚开始带货 什么都不懂也在慢慢的摸索 那咱们这期视频的话呢 就先到这里吧 喜欢咱们的哥哥姐姐 记得给我们点个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